水深过腰 农田存汪洋 居民被迫引传逮捕 巴西第一大州 亚马逊州遭到暴雨袭击 河水氾烂导致当地58个城市受影响 超过半数进入紧急状态 洪水吞噬农民生计 近30万人受灾 原本再过几星期就能收成的香蕉 也几乎全军覆没 农民叫苦连天 自21世纪以来 亚马逊州每年爆发极端暴雨的天数越来越多 当地森林砍伐面积在4月标破记录 数字上看超过1000平方公里 是台北市面积的三倍多 镜头来到哥伦比亚 滚滚的洪水把街道变成泥流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暴雨冲刷 哥伦比亚中部麦塔省的 维拉维辛西澳市几乎泡在水里 截至目前没有传出任何伤亡 但出估有数百间房屋受损 超过1200人彻底家园 政府表示当局正全力进行搜救和复原工作 已有上百位居民被安置到避难所 戴新闻落泽进便译